2023进入卫生 要迎接2024了 大家今年都看了哪些古装剧呢 今年暑期有杨子长相思 成义莲花楼和肖战玉古摇杰力霸评 到了年底还有白露宁安如梦 刘诗诗一念观山和赵露丝的神影 都是高话题古装剧 近期微博网友也开启挑选 一下网评2023 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10 宁安如梦第六 一念观山第五 长相思第三 冠军是他 网评2023 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10 陈兴旭 利兰迪 星洛宁成堂 星洛宁成堂是2023年口碑不错的古装仙侠剧 虽然一开始有人质疑陈兴旭 利兰迪没有仙气 不太适合演仙侠剧 但两人靠演技逆转了评价 而星洛宁成堂也不同于一般的流水线古偶 剧情搞笑轻松 演员演技在线 且主妇CP都很有堪点 星洛宁成堂好成仙侠版的上错花角 驾对狼 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 因一场乌龙导致错假姻缘 不仅闹出笑话无数 更前扯出两段浪漫之恋 网评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9 虞书欣张灵贺云之宇 云之宇是下半年热门古装剧 热播期间主演群天天霸占热搜 海燕尔让成磊鲁鱼小爆火 但剧评就不是太好 剧情被说在故作高深 逻辑和人设经不起推敲 结局也陷入烂尾争议 不过盛在导演沈美好 且几对CP故事线都很有张力 云之宇讲述无风刺客云维山 借着选亲大典混入宫门探查情报 然而原定继承人却遭杀害 向来被抬斥的公子宇 一夜之间成为了宫门之主 变故之下 云维山只能重新锁定攻略对象 成为公子宇的新娘 她也在爱情与自由之间拉扯 网评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8 白静婷送一长风度 长风度一开播就因为白静婷送一的恋情 而有很高的关注度 尽管有网友认为剧版没有排除小说的精华 主角高光人设被改掉 编剧还被吐槽式去其精华 自闯糟粕 但长风度因着主演的号召力 成绩依旧很亮眼 长风度是今年网播量前三高的古装剧呢 何尝相思 长月记名成绩不相上下 很强 故事讲述不伤之女柳玉如 与当地著名顽固顾酒司 因差阳错结为夫妻 闲魂厚爱的故事 网评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7 迪丽热巴 龚俊安乐传 安乐传拿下第七名 这是迪丽热巴龚俊主演的S家古装剧 然而以S家的投资却博得很差 第一集开播后 大家都在吐槽特效差 滤惊难看 台词堆不上罪行 开头就强行工业堂金 其实迪丽热巴和龚俊CP感还可以 无奈剧情和制作品质实在太拉垮 被认为可惜了这高颜值阵容 安乐传改编自《星灵》的小说《帝皇书》 讲述原为开国元老的帝家之后弟子元 因家族盟冤而被流放 他立志要查清真相 并为自己取名任安乐 而大静太子韩叶神情执着 他与弟子元是青梅竹马 后来帝家灭门 韩叶却无力解救 两人重逢后双向守护的虐恋 网片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 Top6 白鹿 张灵鹤 宁安如梦 11月白鹿以爱为鹰和宁安如梦 两部剧相继播出 相较之下 宁安如梦口碑好多了 这部是重生古装剧 原著小说人气非常高 三位男主人设都很呆感 虽然有鼠粉认为 选角不太贴合角色 但整体没有魔改小说 前期剧情很有爽感 质感过关 宁安如梦讲述 蒋雪宁曾费尽心机当上皇后 却在宫变中被逼自杀 现在 蒋雪宁梦想就是远离全力 可阴差阳错还是入宫做了半读 成为帝师谢威的学生 两人产生纠葛 旺评2023 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5 刘诗诗 刘玉宁 一念观山 一念观山是年底的热门古装剧 古装女神刘诗诗的收视号召力依然很强 这部古装武侠剧质感不错 孵化岛很精致 大戏也行云流水 就是可惜剧本从中后期开始崩坏 后期剧本有太多硬伤 主配角人设崩塌 导致评价值值落 其实一念观山主配角塑造的都很饱满 每个人物都有闪光点 而且愉悦无穷 结局让不少剧迷一难评 剧情讲述逐一位前左使任如一甲伺后 意外结识了曾为六道堂副堂主的宁远州 并聚起了于是三 原路 前昭 孙郎等人 一群人开启了未知的冒险之旅 旺评2023 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4 罗云熙 白露 长月静明 长月静明拿下第四名 这是优酷直播的S甲古装剧 热播期间打破多项记录 是今年录剧网播量前五名 真的火 长月静明主演罗云熙和白露 都是公然的古装神言 更别提男二邓维 女配陈都玲和孙珍妮 全都是高颜值 艳渊阵容相当吸睛 长月静明剧品表现比较亮极 这部剧爱的人很爱 讨厌的人则很讨厌 喜欢的人觉得长月静明剧情节奏快 好懂 爽感 虐感都有 而讨厌的人则是无法恭情主角 望评十分量级 但长月静明也确实热门 望评2023 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3 杨子 张婉一 邓维 谭剑次 长相思 长相思无疑是今年最火爆的古装剧 它以29亿的网播量 作文今年录剧播放量年榜第二名 剧中无论是王权霸业还是虐心的爱情 都有值得神灸的地方 三对CP都有无数粉丝客声 可死 长相思主配角人设都很饱满 无比尊贵内心却怀着伤痛的小妖 坐上帝王之位却只剩五边孤寂的枪弦 凿手欺凌却仍温柔善良的屠山景 高冷又重情忠意的橡柳 四位主演让角色从小说中活了过来 每一个演员都演得太好 绝对是2023年的经典古装剧 望评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top 2 诚意曾顺兮莲花楼 莲花楼绝对也是2023年最让大家难忘的古装剧 这是一个很有韵味的故事 诚意饰演的李向一 20岁温定武林盟主 明晚江湖却四处结仇 后来重伤落海 决定告别过去 用李莲花的名字活着 这角色超级惨 初恋无果 重伤多病 武功尽费 然而结局虽念 李莲花同时也是圆满的 他有自己的处世智慧 大致若鱼 活得通透 莲花楼结局让很多人一难平 却又忍不住不断回味 许多剧迷不断一刷 二刷 三刷 久久出不了坑 望评2023你心中最经典古装剧 桃皮 肖展 任命 玉古瑶 冠军是玉古瑶 这部剧因为古装男神肖展而深受大家喜爱 肖展的古装扮相依旧绝美 剧情甜虐交织 剧里很多地方都是实景拍摄 质感其实不错 比较可惜的是女主角任命的选角 任命被说很不适合古装 劝对很多想冲着颜值追剧的观众 不过因为顶流明星肖战 月古瑶已然高票当选第一名 讲述古高清冷的空桑黄太子时影 即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妍 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溯源的故事 冠冠军